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先為大家介紹今天不可思議的特別來賓 影劇記者李文婉婉姐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久不見的資深媒體人胡孝辰 笑成哥 換了新髮型的很帥喔 還有救難校服務員 葉太欣 葉大哥 觀眾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平安 新中神鬼天王之災難王子 秦偉秦天王 感謝潘天后 觀眾朋友大家好 宗教學專家李星華李老師 觀眾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又要跟大家討論什麼不可思議的主題 先看我們今天的主題VCR 因為色波颱風 讓台灣第一次見識到 土石流東西台灣 破紀錄的豪雨造成整個台灣地區 重大的災害 尤其是南投山區和阿里山區 災情最慘重 山崩及土石流 民眾家園重創 死傷災情慘重 而後國風災也被說成是 自民國48年八期水災以來 台灣最大的天然災害 半個小時之前 雨勢又大了起來 而這個河水在暴漲之後 對國颱風來襲 細止症的災情最為嚴重 基隆河水位超過警戒線 細止市區三分之二淹在水中 向神颱風侵襲台灣的那一夜 除了大煙水的景象又再度重演 新加坡航空也在中正機場 發生空難悲劇 當晚起風苦雨 向神颱風加上新加坡航空失勢 死傷殘重 今年六月份 中都颱風起筆過境澎湖 災情並不亞於75年間的 維恩颱風 可以說是重創澎湖 瞬間風速16級的強風 在澎湖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近百人受傷 雲民山板反覆不計其數 而這一次 逃之颱風又再度來襲 台灣還是逃不過這場浩劫 因此回顧以往 防台工作怎麼能夠不重視 我們到了夏天的話 總會經歷過好幾個 這個颱風來襲 然後會造成很大的水災 還有土石流 像這個民國86年的 中台溫妮颱風 居然那個台北線的戲指 林肯大俊 就這樣瞬間的倒塌 還有些人就是在睡夢中的時候 就活活被壓死了 蕭成哥先幫我們回憶一下 這個重大災難 事實上民國86年的這個溫妮颱風 本身來講 它對台灣造成的傷害性並不大 它後來為什麼會有名 就是因為有林肯大俊 這一個災難而發生這樣 那它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邊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就是 雨量的時候 因為照理講 它颱風來就是風跟雨為主 它的風力的話 的確它的瞬間 它的瞬間的那個陣風 的確是蠻大的 有到好像是13級左右這樣 那但是真的造成它的 一個最大問題在哪裡 就是它後面一個擋土牆 還有那個檢力牆 它本身來講那個建商 它偷供檢料 它本來那個後面擋土牆 本身還要再做一些規劃 就是我們一般來看那個 我們就看房的後面那個擋土牆上面 它本身來講都會有一些 所謂的把那個力量 就那個硬力的 把那個硬力的作用 把它給消除掉的那種情況 它那天那個做的方式是 它等於就算是把一個那個 我們可以形容一個土坡 它在外面就蓋了一層水泥 水泥的那個外牆在那邊 它什麼樣也都沒有做 它照理來講的話 它應該要照理來講 它應該還要再拉一些鋼線 還有一些把那個 把那個硬力的作用把它 整個分散掉 因為本來擋土牆它的一個作用在這裡 它後來之後它整個都沒有做 後來所以它 當它裡面的那個土的 含量的那個水量 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外面那一層等於算是個表皮 那個表皮根本就撐不住 整塊 照樣那個房子照在下面 所以它這一垮下來 它是整個垮下來 所以它那後面的時候 照樣是一排房子 所以它整個是這樣 被壓過來傾斜這樣子 那我在進去一看的時候 我一直這樣看了一下 我想 怎麼會有那個房子是被埋在圖裡面 就像我們看那個花一樣這樣子 那個房子是這樣凸出來 這一塊石頭這樣子出來 好像是從圖裡面爆出來 那種感覺 有的五層樓的 就變成兩三層樓而已 那像那個林肯大俊倒塌那時候 我們救難教父 葉大哥也有去參與救難過程 對 現場的情況 那個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台灣的土石流災難 那這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無情的一個記憶 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夠想像說 這個土石流對這種災害 可以造成這個樣子 我第一次到現場我自己頭都麻掉 因為不知道怎麼救 那現場指揮官後來還有 包括有很多我們現警局局長 我們消防大隊大隊長 這個都作證了 那也有很多民間單位 一起來幫助這個救災 那就是大家沒碰過這種災情 所以感覺上就是說 救起來會很吃力 很吃力 就像剛剛蕭生兄所講的 他這個整個攤下來房子是這個樣子 而且地基有的已經被掏掉 那你地下一樓還有一樓二樓 有的甚至於到三樓都已經覆蓋到了 對啊 所以有時候他會說他的親屬在一樓 我們真的沒辦法救 怎麼救對啊 沒辦法救 那只可以就是說 依照他所述的 當場這些有很多家屬來報案的 我們看得到的 在我們自己搜救人員安全範圍之內 我們都可以 我們都鑽進去 是 那有一個就是 我跟另外五個隊員進去這個一樓 他那個時候都被覆蓋住 但是我們就是 家屬在報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那一戶 就剛剛好是有一個小小空間 那剛剛好應該是已經是 失守已經浮在那邊 那當然這個 他已經在旁邊一直哀求 那我們當然 雖然是搶救人命優先 但是就是說 他已經在旁邊了 我們就是順水人情 趕快用最快的速度 想把這個 徒手去搬 對 徒手先把它搬過來 但是因為他那個一踩 你會陷下去 所以說我們就是拉繩子 我們拉繩子過去 然後到對岸 我們把它綁起來 那我自己一個兄弟 就是先過去 那兩個人嫁好以後 因為我比較急 我想說我就直接過去 那碰到這個 這個死守 那我就輕撫著他 然後順了他的頭 然後往隔背 一脫 然後叫他們把我往後拉 結果 我把人撐上來的時候 他們 我說好 OK 拉 他說一 二 三 拉 結果那死體不動 拉 又不動 我就把它放掉 會不會被卡住 對啊 因為這個 土石榴的東西很奇怪 什麼雜像的東西 都可以囤積到你身上 這個很莫名其妙的 你又不能夠用力過猛 一猛的話 你萬一變兩劫 還是又塌下去 那一直 我們一直 我一直在猶豫說 這個有一點問題 那我就跟我隊員講說 沒有 你再拉繩 我再試試看 那我就下去的時候 再摸摸看他的下半身 往下摸 結果那個都是泥巴 你還鑽進去 然後上來 整個整個五官都是泥巴 一摸沒有夾到 那很奇怪 我自己就覺得滿納悶的 我就告訴我另外一個隊員說 再一個過來 再一個過來 那兩個人從兩邊 那試試看 結果他也是就是 順著那個繩索 然後拉到那個... 我們那個泥巴中間 那他另外一側 我也另外一側 我說稍微用一點點力量 把它撐上來 結果我們兩個是一二三 還是上不來 一二三 還是上不來 兩個人還是上不來 兩個人還是上不來 就好像他的屍首很不配合 你們這樣就是想 好 你們會這樣想 不過我等一下講完 我覺得其實滿溫心的 搞不好這個故事 吳大哥都知道 這個後來我們就是 繼續就是說 看看是不是有哪一個地方 或衣服夾住 結果沒有啊 那那個時候我是靠在他的左側 我就從他的左側 左手摸過去 手都還在也沒夾住 再摸過去的時候 他的手抓去另外一隻手 那我就摸到另外一隻手 你們都兩隻了 對 結果那是兩隻 結果呢 毛起來我跟另外一個 一個同仁我就說 試試看能不能兩個人一起 因為我摸到另外一個 他說真的啊 我說對 結果兩個人就一起 因為鑽到那個泥巴裡面 是很難受的事情 泥巴很重 他跟潛水是不一樣 兩碼四 對 結果鑽下去的時候 我把另外一個絲手 先把他這個 把他架稍微 看能不能浮上來 結果就是那個絲手夾住了 他的腿是另外 有很多啦 因為那個摻雜很多東西夾在裡面 那也有石塊 他小朋友嗎 對 結果是小朋友 結果我們把他 把那個一個小石本 輕輕地把它搬起來 一抽上來了 那上來以後 兩個人一撐啊 叫他們快快快 趕快拿 我們怕說 那裡面啊 這個會一點點的震動 怕說萬一又有什麼 什麼坍塌或怎麼樣 結果他們很快把我們就拉走 那拉到岸邊的時候 用清水先沖 要扒開扒不開 這兩個絲手扒不開 而且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 其實到最後 他說這個是哥哥 哥哥啊 你看他的臉 眼睛是真亮的 然後呢 他的手抓住他弟弟的戈背 那個戈背 在瞬間 因為接受這種驚嚇 就脫不出來 他那個手是插進去 他弟弟的戈背裡面 這麼捨不得 要搶救他 然後兩個人一起被火灰 對 我說這個手足情深 這個到這種生死關頭 你可以看多 我說我們在看災難現場 他是很溫馨的啦 其實他很溫馨 你把他沖洗完了以後 你可以看到那個弟弟 是縮成一團驚恐那個樣子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哥哥雖然已經過往 你看他兩個眼神真大 好像就毛起來 就是拚命地 要把這個弟弟 趕快把他救出來 可是土十六是無情 他是全世界最難救的一個災難 對 任何人都沒辦法救 那有時候還可能在救難的時候 是可能救起來 就是已經是懷孕了 懷有生育 一絲兩縷那種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86年的溫泥颱風 造成這麼大的傷亡 其實小燕哥剛剛有講了一個重點 他後面就是說 其實後來就是說 當然裡面的住戶 他們非常 就是沒辦法接受 怎麼會 我住的地方怎麼這麼脆弱 其實這麼多年來 他是那種 就是地基跟所謂的平面 還是落差到一公尺 這麼深的一個狀態下 所以你行進那邊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然後其實在這個 就是這個事件裡面 我們也聽過很多的 所謂溫馨的事件 雖然是死傷這麼多 包括剛剛這個葉大哥 講到提到那個 像我們記者採訪是其中有一個 其實他是一個印尼華僑 他住在林肯大區裡面 然後當初他是 他的等於是 應該是說房東 房東是一個老奶奶這樣子 其實他就是等於 跟那個老奶奶住在一起 然後兩個就是 等於是也一邊照顧他 可是後來那天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就跑出來 他跑出來以後 會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請個廣告休息一下 後來沒有賠 前天...前天判 前天... 他有一個說十五個五千 喊了五六次都一直在那邊走 有訓練導演生氣 站起來說 誰叫他去 報名機廟 結果那個副導說 報告導演 剛剛理事員通通沒有上 在旁邊看了 因為你喊三次 他們都沒出場 那人走下去是誰 反正大軍在看到他的時候 一個老奶奶跟這個華... 印尼華僑他們跑出來以後 發生什麼事 所以那時候其實這個老奶奶 他就把他一個房間都分掉 租给这个印尼华侨 因为一个人资深在外 所以其实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 可是后来 其实大家知道就是说 那种土石流坍塌的时候 很大部分的寿在户 它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客厅你进去的时候 是完好的 可是它后面包括卧室的部分 可能都是已经压得乱七八糟 所以你刚进去的时候 包括很多慈祭功德会的人 其实他们第一现场 也去那边救援嘛 他们都没有办法相信说 为什么看到那个景象 这个家好像是好好好 可是后面可能已经有人 压死在里面 那那天我讲回来就是说 这个印尼华侨 它就第一时间 因为年轻嘛 身强体壮 其实发生事情 它就冲出来了 它就逃出来 逃出来之后 它发现说 不对 这个老奶奶 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它 然后它就想说 第一个老奶奶不见了 它有点担心 它想说它到底有没有出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它的护照 它觉得再怎么样 它要回去啊 要需要那个护照啊 然后签证啊什么的 所以它就要回去 拿相关的证件 因为跑出来的时候太急了 它进去之后 它就开始找 因为进去一样 就我刚刚讲的 其实客厅是OK的 没有问题 可是后面卧室已经乱成一团 她想说糟糕了 它卧室都烂掉 他要去哪里找 它那些重要的证件 可是就在这时候 它就愁眉不展的时候 老奶奶 有点的呢 听到她的声音吗 对 她说 然后老奶奶 你怎么还在里面 那我们赶快 赶快一起走这样子 她说你要找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这样老奶奶问她 她说很危险的 你怎么又回来 她说我要找 我那个重要的证件 她说你要这个吗 她就拿给她 那老奶奶就拿给她 她说那还好有嘛 她很高兴嘛 拿了之后 她说那我们就走啦 她赶快离开了 因为毕竟是围楼 已经很危险了 跟老奶奶跟她讲说 不行 我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我的儿子 一些纪念性的东西 都在我身边 因为老奶奶一个人住嘛 她说我先待着 你先走 我马上来这样子 她说 可是那个年轻人一直很不放心 跟老奶奶就说 然后你就先走就对了 后来那年轻人就走了 她就一直在外面等她 可是怎么样 也没有再等到那个老奶奶 然后一直等到 就是说 他们救灾人员这么辛苦 把一个一个的 那个救出来之后 发现老奶奶早就走了 而且是 她的位置是在她的 就是卧室里面 她是被活埋的 等于是她的那个灵体 对 出来帮她找护照给她 对 所以那个印尼华家 她是崩溃的状态 她根本没有办法相信 是这种情形 对 请问看 其实刚刚有讲就是说 这个林肯大俊 因为他满多知名人物 住在那边的 那不只是这个 有很多的我们传播的 媒体的朋友 甚至连那个邱毅元 他是本身也在那边买了一户 官员吗 对 以前国安会的那个 就是一个技术长的 那不只如此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 他是一个辞来的正义 前几天刚判决就是三审订宴了 国家要赔偿一千九百多亿 一千九百多万 那我们觉得 其实那个厂商也应该要赔钱 对啊 因为你看到这个房子 其实裂成这样 当时外景拍的这个照片 房子裂开 下面其实是烂的 就像刚刚那个孝辰哥所提到 它可以从中间裂开 真的是 整个中间裂开 房子从中间冒出来 对 表示它的地基是打错的 而且也没有做好防土的措施 对 那其实林肯大俊 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就讲这是友台 民事的摄影棚 戏剧摄影棚在那边 那我在那边也拍过戏 那自从林肯大俊之后呢 那民事没有把那个棚撤掉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发现那么多事情 还在旁边很近 大概走几步就到了 那发生灵异事件 可以是层出不穷 一开始就是说 比方说像摄影师 这个导演就导戏 导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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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导戏 做离戏比较远 做导演以上 他看摄影棚 那前面积极在拍他说 你叫林肯不要在那里走好吗 林肯就林肯爷了 不要在那里走好吗 那副导就说 副导姓王啊 王叉娟啊 他就说 不要走来走去嘛 导演说不要走嘛 好 5 4 3 2 就叫林肯爷 在那里走去好吗 他还是一直在打镜头是不是 一直倒来走去 然后副导说 不要走来走去 因为其实都距离 演员有一段距离 因为那个棚蛮大 戏剧棚比 我们这个大概 我们棚三四倍大 很大的棚 但是他有搭井啊 这样子 沙发什么的 后来喊了5 6 4 都一直在那里走 走去那导演生气 站起来说 谁在那里走去 不免疫苗 结果那个副导说 包包导演 刚刚林肯爷通通没有上 在旁边看 因为你喊三次 他们都没出场 那人走来走去是谁 不知道 那这个我们当作导演 精神不好好了 那再来那个副导 王叉娟小姐 他那个戏叫做 四金路 四金路 八点洞 好红 我把人家讲出来 不太好意思 难怪会红啊 因为我有去玩一下 所以大概知道内部的情形 然后那个 真的 怎么没印象 就演不动作角色嘛 那你还有怎样 然后就那个临时演员 一直NG... 他就走一走就跌倒 走一走就跌倒 然后那个副导就说 他只有一句话而已 那个辣妹穿高叉那种 就是演酒店 坐在那个 有的时候 红档耶 真久没来 就是这一句 类似 他就说 人档耶 哪有这么久没来 一句而已 NG十几次 导演就很生气 他说 副导你教他 副导教他 副导就教他说 林档耶 你怎么没来 他讲成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林肯 你怎么没来 我的八七 然后大家就说 他还没反应过来说 副导你在讲什么 再讲一次 林肯 你怎么没来 连副导都讲出 而且还讲林肯 那你觉得说 这个可能穿着附会 你能不能举出演员 哪些人发生事情 因为我怕忘记就记下来了 梁又南小姐 大家知道吧 知道啊 那他拍完戏 他到停车场 因为他其实身材很好 虽然结婚前途后翘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 每一天下停车场 都有人跟他 他就觉得有人跟踪 因为其实漂亮的女生 都会觉得有那种敏感度 那这一次他就想说 我就把车开慢一点 因为你知道停车场 有个大镜子吗 对 转弯的地方大镜子 他就故意开开开 开到大镜子看 真的看到有个男生 脚在旁边 他在窗户压下来一看 只看到脚 他又有脚半截的 他吓坏了 然后回去跟大家讲说 我以后车不要停那里了 再来 陈仙美小姐 然后他就觉得说 奇怪 拍戏 他一直觉得胸口很闷 然后一直觉得有脏东西 跟他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没有到他戏的时候 他旁边就躺着 躺在导演 借导演你躺一下这样子 他躺着躺下去说 怎么有人故意把光打在他脸上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 有人光打脸上 你会觉得很刺眼 他说 别怕弓了 这看 两颗眼睛在空中 他说 又吓坏了 再来 韩瑜小姐 他说 他觉得也是一样跟他 跟陈仙美他们两个是姐妹套 我觉得拍戏的时候 胸口一直很郁闷 一直做我准的 然后觉得一直有拉拉脚 拉拉脚 拍到一个场合 好像跟黄瑋瑜得来谁 吵架 吵了一半 突然就倒下去了 对 倒下去送到医院 他的那个心脏半膜裂掉 四肢瘫痪 然后问他说 你到底看到什么 我就不知道 就跟陈仙美一样 还是看到只有两颗眼睛在看他 吓到了 那一直到现在为止 其实民事一直没有签也有原因 有人说啦 就是说 民事的收视率 挡挡开出长虹 据说就是说 无形的力量在保佑 因为仁爱看 像有一些唱片歌手 在发片的时候 只要有灵异事情发生 那唱片也就大卖了 民事有哪一档戏挂过 没有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林肯大俊 因为我们这样讲 并不是说 一直诅咒林整大俊 我们希望国陪 厂商陪之外 也希望赶快改建 因为其实有人 还住在那里 现在还有 他有分 有一个 就是去年发生的 一个生还者 蔡小姐 他住在那边 住在那边之后 他就觉得 一直有灵界的朋友 跟他聊天 一直跟他聊天 那精神不会分点 那精神状况是正常的吗 他精神正常 可是他家境很惨 就是说 他是单亲家庭 他本来有个老公 都两个小孩了 一个念小二 一个念小六 老公给他恶性抛弃 就不理他了 那他是在做那种直销的 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 卖健康食品的 他就很痛苦 那怎么办才好 结果他有一个中和来的朋友 就跟他聊天 他就莫名其妙 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我住在这个林肯大俊 我觉得应该跟他们 一起长乡左右才对 你再说什么 不要忘了 不是啊 你看他们在下面 其实解脱了一切 我觉得这样住下去 也不是办法 就想这样 就很像没有求生意志 那种感觉 那他朋友想说 可能是因为老公不要了 然后小孩子又难养 可能乱讲话这样 忧郁症 然后很奇怪 他朋友回去 他朋友住中和 离林肯大俊一段距离 就每天就闻到瓦斯的味道 瓦斯味从他家里散出来 就觉得这怪怪的 然后打电话给这个朋友 电话都没人接 然后闻到瓦斯味道 闻到第三天开始 他的手机就是那个 他中和那个朋友手机 自己会想 每天想 显示号码就是这个 林肯大俊这个蔡小姐 联想三天 我打给你 没人接 你一直打给我 这是在干什么 他就直接傻到那边去了 到他家 他住在总统区嘛 林肯大俊总统区 这个蔡小姐 这是真实新闻 一看瓦斯味弥漫 原来这个蔡小姐啊 在家里开瓦斯自杀了 跟那个小二小六的 因为那个救难人员 我不晓得这个 叶大俊总统区去救他们 打开的时候 是岁上下铺的 都已经安详到塔安娜 他就趁小孩子熟睡的时候 把瓦斯打开了 可是最奇怪最奇怪的是 那个中和这个朋友啊 接到他电话 还在他死了以后 你知道看到什么吗 他旁边有烧炭 炭里面烧了一只手机耶 手机烧烂的耶 他已经往生两天了耶 那三天怎么打的电话 用一个烧烂的手机打给他这样 对啊 老师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灵状状况 而且是不是因为他住在这个 已经有28条人命 往生在那边了 住进去 有时候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冤魂 在那边会产生一些这个讯息 但是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这个 这个风灾天灾 多半是起于这个人祸 还有我们要观察一点就是说 你看台风在台湾 大部分来的时间是在7月8月9月 对 那最早的时候成绩在4月 最晚成绩在10月11月 那我要讲一个观念 就是季节跟风向的关系 好 当这个10月到隔年4月的时候 它的风向是刮的是东北季风 盛行嘛 那么如果是6月到9月的时候 它刮的是属于西南季风 所以如果我们居住的地方 如果在这个地方 它的东北方或西南方 它的受力受风力的这个面积 如果不够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譬如说开了过多的这个窗户的时候 会形成这个受力面积 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 还有譬如说 这个譬如说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 这个当然容易造成淹水 汐纸每次都淹 对 这个地方一定是我们的 可是最近真的是很多 以前不曾淹水的地方都也淹啦 譬如说之前台北市也淹了 然后这个台北县也陆续在淹 那个基本上那属于人祸吧 那像在我们之前在 在一开始有个VCR看的那个 赫国台北县 我没有帮他说你那个 那是我当记者第一次跑的台北县 然后呢 那个就是我们从所谓的 新一乡那边开始 然后一直到里面神木村 那里面的一个 我们就知道 那条叫做新中恒线 新中恒线 那新中恒线那条线的话 大概你平均大概 大概将近一公里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地方就瘫荒掉 然后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在那个 那个要往 要往那个 就是在和射那前面 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讲同富村那里 同富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是 我那个时候在 也是在晚报 然后我跟我一个摄影机的两个人 然后 我们是第一个 从灾区 从口开始走到 里面神木村 最后跑回来的 那一次的时候 我们一共走了十一个小时 走了76公里 结果那时候 我那时候跟我一个摄影 到那边去之后一看 他跟摄影师到那边 到底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请个广告休息一下 对 我们的副局长 一天嗯一声 他很机灵 马上 弯腰下去看 我一直跟他后面看 奇怪 后来他手电筒他拿起来找 他看到一个人 哇 哇 这间夏晨哥跟摄影师 就是在霍博台风的时候 去现场采访的时候看到什么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 去看到的时候 本来赵里长前面是有一条路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路 突然间就不见了 就是我们那边走路走得好好的 别悬海 就是那个碎石子路嘛 就那种产业那种碎石子路 就走到后来之后 就路完全不见 然后你就看到很像那个沙滩 然后沙滩上面有那个小石头 就好像我们去那个海边 那个有那个海水浴场 那个一样这样 一块石头一块石头这样子 然后你就看到沙滩还会反光 我们觉得哇 漂亮 可是路怎么不见了呢 然后 就傻眼 然后我们就走啊 然后我第一脚就踏出去嘛 那因为我摄影的装备比较重 那我就是反正就带了几个稿子这样 就我先走 我一走下去之后呢 结果一脚踩下去之后 我整个脚全部陷到我这里 那下面是软的那个软霜 一脚跨出去马上陷下去这样 我马上陷下去之后 然后我就整个就被陷到我里面去 还好我前面有个石头 我就这样压住了这样 后来我的事情 赶快把它的装备丢下去 把我把它拔回来 因为要不然好久 我就整个沉上去 对啊 就会灭顶啦 每一脚一样 对 就好像那个流沙一样那种感觉 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还是要走过去 因为我们还是要采访嘛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石头在那边的话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后来我们就用石头跳的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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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非常非常非常大 最后跳到后来之后 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蛇挡在那边 我们就想办法就从那边绕过去 然后终于那天进了石头村回来 那整个回来之后 我跟我的摄影两个人 两个人就全部弄得 我说难听 你真的很像那个很脏的那个脏小孩 灰头土脸啦 像乞丐一样这样 灰头土脸这样 然后那一次的话 就埋了大概 从头到尾就埋了大概五十个人 那其中半路店就埋了 五十个人喔 对 从头到尾就五十个人 光是半路店那个地方 就龙华社区在过去有个半路店 那边就一家八个人 全部盖掉 全部盖掉 灭村了 这样 那这个还没什么 那一天我就回来发稿 发稿回来之后 就出了一些事情 这时候我跑去 我第一次碰到 林毅吗 碰到兄弟 對 碰到兄弟 就沿路那五十几个 不晓得谁来找你这样子喔 碰到好兄弟 对 那时候我跑去 第一次碰到 那就是因为那天的时候很累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我还跟我的摄影 两个人要从 因为那水里相遇 我一定有一家汽车旅馆嘛 我们已经累得上去的时候 腿都软还滚下来 然后这两个真的摔下来这样 后来我们回去 开始发稿 发稿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晚报 我在那边在 就是一个合室的那个房子 我盘坐在那边 然后我就是靠着树双台在打稿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凌晨一点 一点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发完报告 就前面是镜子 我在那边 电脑在这里 然后我就这样做了 这样很专心在打的时候 然后你就看到有一个那个 像有一种发光体 就从我这 镜子跟我人终于这样穿过去 我这边是墙 然后这样穿过去之后 我还这样撒了一下 我想我是不是累了 太累了 我总是想我大概可能是太累了 这样 因为我走了十一个小时 已经很累 然后我想他不管他太累 继续打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什么意思 光一直在这边这样子晃来晃去 我这边都没有窗户 哪来的光 都没有窗户 然后就是 我就在那边看到一个光体 一直晃来晃去 后来我不太去理他 然后我就继续再打 打到差不多三年多的时候 就不见了 不知不觉间他就不见了 你都没有去看他 我没有不敢看 你很有定力 我那时候脖子已经 好有定力 我跟你说 我根本就不敢看好不好 因为我根本不晓 那个是什么玩乐 只要他先凶相 你就傻一样 我只觉得他有这个光体 那种东西 然后他一直晃来晃去这样 那我想就算了 没有关系 我想原有头在我主 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对啊 你也不会害我这样 好然后我就继续打 打完之后呢 我想三年多 我看了个表三年多 我想可以去密一下 我回头过去看 我后面是床脯 有三颗的 一模一样的发光 然后就在我那个 那个天花板 跟床脯 就床上面一直在闯来闯去 有啊 之前几位哥讲的 案例拍照 有没有摄影机拍到 也是那种 那些人的发光 对啊 发光 零骨塔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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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帮助我们 那是不是好兄弟的那个像 其实有很多是灵光 灵光什么是灵 就是灵 灵魂的光 耶大哥 那你救过 你说你救难救过这么多 有一次是奇迹是生还 你都觉得是神明显神机了 其实他这个就是我在 这个整个救灾过程当中 那么久 唯一救到在土石流里面的一个火口 一般土石流覆盖到的 你说要找到火口真的是零 等于零 那一次这个是向神 拉回来向神 那一次是台风来的时候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就接到通报 当天那个风大的实在是不像话 我们一直找路 找这个平面道路过不去 后来我们是从九份上去 绕一个山过去 你看我们在九份 我们想去九份买藕银 还没看到藕银先看到什么 货柜零从天上飞下来 你看到到那个程度 货柜 货柜 整个货柜又这样掉到你前面 下得当场所有的车队停在那边 竹竹停了十分钟不敢前进 那后来是无限电通报一直来 因为他们通报说已经覆盖 把那个侯童国小教室 盖掉好几间 然后整个土石流 已经把侯童国小旁边那个村庄 叫侯童村整个都盖掉了 那我们更急啊 后来这个我们这个 英明的副局长 这个简外窑先生 就是说开始一直找路 后来当地啊 当地的易销 就是停留无限电来帮我们带路 抄小路 抄过去 那我们只到瑞芳消防队 也是过不去 就像胡大哥刚刚讲的 那个根本已经没有路了 那个路基根本都不见了 你知道吗 结果是什么 只要用徒步的 徒步的 然后我们是用这个 这个救灾装备是 主要都是一些旧水域的 船啊 什么鱼雷浮标啊 种种 并没有这些破坏器材 对 结果因为走起来蛮轻松的 但是没想到一走 要走四个钟头 还是一样一直找路一直钻过去 那还是当地我们的警易销 一直帮忙大家一起过去 可是当到达这个灾难现场的时候 也是所有人都撒住了 因为它整个村庄都不见 你看到的就是土石而已 那人也都被埋在里面 都在里面啦 也是死了十几个啊 那这个我们当然 你人已经到现场了 你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些 这些里干事啊 还有那个村长都还在 他们就是说 哪几户应该有几个人 哪几户应该有几个人 没办法之后就说 好吧 开始找人 那找人怎么办 又挖啊 就徒手这样 这个双手是万难的 我们真的是没什么装备去 我第一次 这辈子第一次 双手拆房子 把房子这个屋顶这样先拆啊 然后把木头搬起来 用杆杆野岭这样挖啊 这样这样一直敲一直敲 然后呢 就是祈求有火口 可以救出来的 但是我们一二三到第五个 上来都是已经已经正亡 那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很遗憾的时候 也没有希望的感觉 还没有做休息的时候 我们那个那个 我们的副局长 他刚刚好在一个这个 我们讲的那个屋顶 屋顶尖尖的这个屋顶旁边 他一下子感觉怎么样 这个屋顶好像有一点点震荡的声音 而且你看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土石榴就已经覆盖好了 而且你一看过去 整个土石榴平面是平的 可是那个时候他感觉就是说 这个地方怎么稍微有一点会震动 然后他就说 欸欸欸欸 顶尾顶尾 那个你过来一下 过来一下 我有什么事 这里好像还在动 我摇熟 那是在喷笑的 对不对 后来说 我们拆拆看好了 那把兄弟先调过来这边 拆这边的房子 好啦 另外三四个兄弟 大家就拿了木头 还有我们把房子拆起来 那些能够支撑的东西 开始有洞就砖 开始就这样 就是把那个屋顶拆掉 拆拆拆都没看到东西 可是剩下最旁边角落两个板子 两个板子 那板子就是另外一个 我们一个消防兄弟 那个一擦过去 开始要扳开的时候 听到人家叫了一声 嗯 听到人的声音 听到一声嗯 他自己就吓一跳 然后我们那个副局长 可是很开心 对 我们那个副局长 一听嗯一声 他很机灵 马上弯腰下去看 我一直跟他后面看很奇怪 后来手电筒他拿起来照 他看到一个人头啊 哇 竟然啊 竟然这个火口啊 刚刚好 到头 哎哟 而且他那个屋顶啊 刚刚好卡在屋顶上面 那个烟盖的高度 刚好到这边 其实啊 这个其实存活力 等于是零的吐司流 对 他为什么能活 我说这个灵验的一句话 叫菩萨保佑 祖上吉本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是被一尊菩萨 他们家那个灵佛堂啊 那一尊菩萨做这个样子 那个手刚刚好靠在他的腰肌 靠在他的胯下这边 然后把他撑着 因为土石流来的时候 覆盖的时候 那一尊蛮大的 刚刚好有点吃 浮上来 撑上来 他跟着那个 那块木头就整个人浮上来 而且刚刚好顶住 刚刚好顶住 他已经撑到上不来 因为屋檐 你就是刚好屋子里面 他顶住以后 结果呢 土石流也刚刚好盖过 他的颈部这边 那等于是菩萨 真的是菩萨保佑 把他撑上来 这个是我那么久的 这个土石流的救灾经验里面 唯一救到了头颗 老师你等一下再告诉我 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逃过这种死结 然后为什么有的人 就好像就逃不过 然后刚刚夏诚哥有讲到说 记者在外面采访真的很辛苦 救难的人也很辛苦 像之前那个 有一个台式的记者 不是为了拍土石流的 结果自己就被 对啊 就被洪水冲走了 其实我是觉得 像叶大哥这种 这样子的 他这种义勇救人 我觉得他的那种 身历其境 或者说他自己的亲身 亲身的那种经验 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可是光听你讲那个画面 我就觉得 真的很感人 而且很不容易 那时候 我记得民国85年 那一次的贺博 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那时候前一天 就是开始风雨大增的时候 其实我们家 包括我的姐姐姐夫 都来家里面 因为那时候 大概在十点多 就是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风雨开始慢慢变大 然后我们都觉得还好 应该没有事情 可是后来我姐夫就说 她觉得那个车子 应该会有问题 因为她听到有人 隐隐约有人 在开始敲锣打鼓说 快点移车... 可是我们那时候 没有任何的警觉 可是我姐夫就下去了 就她移车之后 就一去就没有回来 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请可广告马上回来 你觉得这时候 我们很... 她就是开开 她是要往合体的方向 开到高处去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一淹水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路 那人不就被关在车子里面 就被移车 不 妳姐夫不知道说路 譬如说我要往上面走 到底有路吗 妳不知道 就她是整个人 滑到那个桥下面 海姐的姐夫出去移个车 为什么就没有回来了呢 没有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去移个车 要移这么久 那很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到 那种隐隐约约大说 要赶紧刷车 音乐 其实说实在的 我跟我爸爸都没有听到 就她一去移车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了 那时候真的我不骗大家 不到十分钟以内 那个马上 马上那个水是一层楼高 你根本就吓到 那么快喔 很快 那个速度快到 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那她在外面怎么办 对 我那时候想说到底怎么办 可是索性啦 就是说第二天联络上的时候 因为她已经 那个死没良心 已经自己把车先开到高处了 救她的车 她说她形容那时候 她怎么这么简洁性呢 对 她说她形容那时候 她下去 就是说开她的车的时候 其实水已经大概在 那个脚踏板那边了 就已经一一一一 已经淹到车子里面了 所以她那时候还可以 开动车子把它移开 其实当天晚上赫薄台风 我另外一个朋友 其实很惨 她是死在赫薄里面 我们常常讲 台风天气最好就是干什么 做爱做的事 要不然就打麻将 对不对 其实她们那天 其实我那 她们那天她们就是 我那个朋友 她是住在也是台北县 也是在那个新庄 就是得是过个新海桥 过去那个地方 然后她就约了三个朋友 就是三个好友 对 一起打牌 那其中有一个朋友 还带了好朋友过去 就是去看牌 然后那天 后来事后她们在讲 那天很邪门 她说出事的那一个朋友 就是说 一开始抓位置 她就抓到西 就抓到西风的位置 结果她们也不以为意 就开始打牌打牌 可是打到一半 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开始整个大提炼 已经没有就是 因为淹水的关系 不然就点蜡烛 或开手电筒 他们就开始点蜡烛 就继续玩 可是玩到 就是那个整个过程 从东西 东南西就开始打 她说那从东到南 她一直在碰西 她那朋友一直在碰西 一直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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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很奇怪 她们就觉得说 爸爸都有西 真的 很奇怪 一直碰西 她们就觉得 已经觉得怪怪的 后来到了西 因为我刚刚讲 她抓位置的时候 她抓到西风 就是次数多到大家觉得 对 她抓到西风 所以玩到西风 西的时候 她就跟大家讲说 我来刷车 因为我觉得风雨很大 可是那天其实在场 我们另外三个朋友 她们一直觉得 就跟我跟我爸爸一样 我们觉得说 还好啦 要去刷车 可是她很奇怪 她就接着说 我一定要去移车 大家说不用啦 没有那么严重 我一定要去移 结果后来 我刚刚不是说 其中一个朋友 带了女朋友过去吗 一个女的朋友过去 她就说 帮我打一下 我来刷车 一坐下去 那个女朋友 一看那个牌 吓一跳 里面又有两支 杀在里面 变成说 要等着碰就对了 那时候她就打得很毛 然后那个人 就去移车了 你知道吗 后来她真的 我姐夫有OK啦 把车子移好了 那个人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后来她被發現 只发现在哪边这样 她是往...她就是开开 她是要往河堤的方向 开到高处去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一淹水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路 那人不就被关在车子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说路 譬如说我要从上面走 这到底有路 你不知道 就是她是整个人 滑到那个桥下面 然后整个被灭死 所以那时候被拉起來 她是整个... 整个泥巴什么都陷进去 对 已经死在那边 所以那天大家一直回想说 以后台风天真的不要打吗 不是 如果拿到溪的话 就赶快把它打掉 不要碰了 不要碰了 还溪风溪 不过这个讲到台风 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五大灵异封神堡 像这几个台风 陆陆续续都有传出一些 这种灵异的说法 像赫博就是说 发生台风的时候 警察无限电影一直不断 一直要救难救难 可是也不知道 警察彼此之间没有打 在相城台风 有辛航失事佛堂灵异 待会我来讲这个故事 好 陶芝就是听说 有死者复活来求援的 纳利台风灵异的管理员 就上次讲过了 对 管理员往生之后 竟然还疏导大家有沒有 后来从里面飘出来 还有闽都立有七二十 也在审明出动功德 这个佛堂灵异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呼应一下 刚刚叶教练所讲的 他也是发生在喉童 他当时救难小组接到电话了 他是打119 那个警察一定会问 你在哪边发生的 这个人灵危不断 讲得很清楚 一个女生讲得很清楚 我是在瑞芳喉童七堵区 东兴街四巷一号地下室 明保佛堂 够清楚了吧 清楚 太清楚了嘛 九条小组听得那么清楚 很多人在那个为难的时候 根本讲都讲不清楚 然后只会在那边狂叫狂哭 他讲得清清楚楚 弟子什么地方去 一去 那个地方叫做建议护理之家 回去之后 就不用救了嘛 已经活埋了 整个活埋了嘛 活埋之后 然后就看到外面有个护理长 下半身都已经砍在泥巴里面 然后孩子帮忙再救这样子 然后就问护理长说 怎么办怎么办 护理长说 里面都是放老人家 有的是中风的 有的是行动不便的 那总共有二十位 那现在目前只找到十四位 六位不知去向 请帮忙找这样子 那讲大家继续挖继续挖 这六位找到了 那六位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医护人员讲的 就是在台风发生的前两天 就一直有 梦里面就一直跟他们讲说 这个老人家 你不要给他睡一般的床 你们家里有什么气垫啊 那种软塑胶可以飘起来的 尽量放在床上面 每一个护理人员都梦到这个梦 他想说那就尽量铺吧 因为尽量梦到这个梦 是 因为每一个都梦到很怪嘛 结果呢 他们里面就只有六张气垫床 如果有二十张就好了你知道吗 就刚好六张 就只有六张 就六张 就那六个人睡得出来都飘出来 而且那个气垫床上面 都有贴六个字 那他们六个是生还的 生还的都没事喔 没有睡气垫床的才死掉了 那这个事情很玄的事情 就是那当然事后 他为什么会梦到呢 后来事后警方就觉得说 其实这个事情 也要很感谢那个护理长 在现场帮忙救难嘛 这护理算是很有心嘛 然后就跟那个明保佛堂讲说 你们这个不错啊 这个护理长护身来救人 他说 我们护理长那天没上班 护理长没上班 那那个是谁 我就看到有一个 有人打电话 他说电话早就 那个佛长早就瘫痪 早就已经是瘫痪了 谁打电话 可是电话显示号码 是从那边来的 那我看到那尊护理长 他说没有护理长 护理长休假 护理长就来就很难过 他说其实那天我刚好休假 他说谁呢 很自责就是 他当然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对 后来就清扫 清扫福堂 因为总是这个 台风过后要清扫 千万都是淤泥 对 奇怪 清扫了之后发现 它不是佛堂吗 中间就像刚刚叶教练讲的 有一尊观音大士的那个像 就卡在那个土中间 下半身都是泥土 上半身都是那个 就是白 上面都干干干净净的 他刚刚不是说清扫救难的时候 有一个白衣 穿白衣服的护理长 然后更奇怪的是 那个救难小组 清楚子记得 那个护理长他那天还 我就觉得奇怪 明明一个长得很清秀的 护理的女生 前面带个大金牌 那个观音大士就带了个金牌 不是啦 他化为人的样子去救人 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玄 好玄喔 就像刚刚叶教练讲说 观音就把他手拖起来了 是很神啊 平常真的要多烧香啊 真的 对… 这个案例我知道 因为这个是修道者的故事 就是他本身潜心修道 那么在劫难的时候 这个神圣或者菩萨佛 他化为这个好像凡人的这个样 就像不是说第二次世界 大家还拿裙子去接那个子 泡蛋 泡蛋 叶大哥你在救难过程 还有自己的记忆最深的是 很深刻的印象是 我还是把话题拉回来指示 因为这个话题让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灾情 让我们觉得都不可思议 就跟这个节目一样 有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谈 那观众会觉得 我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我这个就是在三峡白基的这个土石流 也是纳粒 那这个到最后 失踪的人一直到现在 他是失踪 他就是 怎么找都找不到 这个人间就这样蒸化掉 那他在第一时间 就这样 让我们会觉得啦 就是说其实 真的要进屋子 这个很多事情 明明之中都有定数 该找到就被找到 但是 不该被找到 竟然到现在找到 永远就是失踪 那些为什么 就这样 就像有些学校 奇怪 那么一个地方而已 你挖片 就像着时间了 那这三个人 那这装子 就可以让你带来 没什么 руку 就像着时间了 我反正的 太继续了 给他的手 为什么 有一点 就是 这种 不可思议